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休息时躺台阶上和群影聊天 好离谱的顶流日常 太接地气了 诚意在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片场 拍完戏休息时 就直接躺台阶上和群影唠嗑了 好离谱的顶流日常 他就真的就那么直接坐在台阶上 一点明星架子也没有 和群影一起聊得开心 这孩子也太接地气了吧 好想听听他们在聊什么 能把滔滔笑成那样 诚意一定也笑得特别开心 可惜用伞遮着 我看不到 诚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顶流 也从来没有觉得是别人是群影 是不重要的角色 他会跟他们说 自己和他们一样都是演员 只不过是比他们多点人认识罢了 他热爱自己的职业 尊重自己的职业 同样的也尊重和他一起拍戏的同事 诚意的演艺之路也是从小配角开始的 所以他特别能理解演员这条路 没有后台 没有背景 脚踏实地要想走出来有多么的不容易 诚意可能拍了很多戏也不一定有人看到 但是呢 他说多做事少抱怨 一直坚持下去 多努力一点总会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看到的 诚意他说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他真的做到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他 虽然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 但是还好他坚持下来了 才让我们看到现在这样闪闪发光的他 有人嘲笑诚意没有欣慰 可是在内娱这么复杂的环境下 又有几个人能像他一样做到不忘初心 哪怕自己现在已经很出名了 依然能和群演打成一片 从来不看低任何一个人 每次拍完戏第一时间都会去扶起群演 细节看人品 一次两次可能是装的 但十年如一日 那就是真的好 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一个人说诚意好 不一定真的好 但是和他合作的所有人都说他好 那他这个人真的很不错 诚意说 没有真正的烂剧 只有不够努力的演员 他会特别用心的对待每一部作品 看到大家喜欢他演的角色 觉得是大家对他的肯定 他会特别的开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